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大幅度的减 然后后来去查阅包括BBC 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电台 这些都是探讨的内容跟我个人的探讨内容差不多 发觉很多网站他们的阅读量也都是锐减的 结果在星期六的时候 这个阅读量突然就上来了 我看有朋友在Facebook上留言就提到说 前一段封锁太严了 我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在星期六的时候突然这个阅读量上来了 成倍的往上走 那我们说知道星期五的时候 梁振英被迫宣布退选 也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某种 某种背景 某种时代感 某种一种说不上来的力量和原因 所以我个人以为就是这是一种大的环境 在表面上可能会因为国内的封锁呀 新的封锁的这种环境啊 和包括中共上层的搏杀反映到社会界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可能 然后周末的时候我这边下大学 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查 到底是什么原因 骤然发现一个客观存在的概念 又有一些人用我自己Facebook YouTube和Twitter上的内容 然后仿照我的 仿照我的网站建立新的网站 那仿照我的网站去在YouTube上 在Facebook上做新的账号 矿在他的名下 有个人的名义 有一些是组织的名义 而里面的内容呢 却完全是我个人的内容 所以咱在这里声明了哈 那我个人的就是我个人的内容 其他任何人 任何组织团体 不能以我 以你的名义 把我个人的网站的内容 和个人网站的本身 去矿在你的名下 这是不道德的 对读者不尊重 也是对别人的伤害 川普在星期六的时候突然说 星期五 突然说 他为什么要受一中原则的约束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直接触及到 今天中共统治者的问题 纽约时报这么棒 川普宣称 美国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约束 川普为自己与台湾总统最近的对话 做出辩护 他在星期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说 美国不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 尽管这个协议 在过去44年里 一直是美国与其最大对手外交关系的基础 川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中讲 明白包含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他宣称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 除非我们与中国达成一个必须涉及其他方面的协议 包括贸易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的坚守的利益是美国人的利益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我坚守的是一个美国人的利益 他在日前说 他要花35万 把希拉里花了700万 买的李花 希拉里花了700万 买的李花准备要庆祝自己获胜的李花 在纽约要播放 废了 这个东西还放在仓库里 所以川普说 我要花35万给他买过来 35万对700万 多少钱 百分之几 这就是川普的做法 这就是他 他是个老炮 你少跟我遵守原则 不遵守原则 而在中共体制之下 被人们教育出来的一切 都是以信誉 以原则 去约束对方 骗取对方 诈取对方 今天就遇见敌手了 就这么回事 对吧 义中的原则 中共利用义中的原则 去推广共产党的邪恶 去扼杀中国人的道德 这是关键所在 对不对 他接着说 中国的货币在贬值 我们因此受到极大的伤害 人民币现在还在贬累 他们对我们收取计额关税 我们却没有对他们这么做 他们在南海中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要塞 尽管不应该这么做 但坦白的讲 他们在朝鲜问题上 根本就没有帮到我们什么 这就是川普 对不对 他派了一个 他说要做大使 他派了个大使 这个大使跟习近平30年前就认识了 高兴吧 高兴完了牛奶就骂你 牛奶就点出你的问题 数名亚洲专家认为 川普不是第一个质疑 一个中国政策的共和党后任总统 那川普自己在称呼蔡英文的时候 直接讲叫台湾总统 都触及到这种底线 这个底线是什么 这个底线是川普说的 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之间 是绝对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的区别 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别太理论化 说句简单的话 共产党人是不是人 是高级动物 那正常社会的人是人 人跟高级动物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就这么简单 你挨着怎么认识怎么认识 人跟高级动物一定是根本的区别 因为共产党人把自己不当成人 所以他吃人 对吧 他不能吃别人 他只吃自己人 那太邪门了 尼克松在1972年上海公报时 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以来 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或后任总统 公开如此明确质疑这个协议 因为这个协议 使得美国在1979年终止了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对川普的声明做出反应 我相信他不知道怎么反应 太难反应了 这里特别提到说 当年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 曾经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对于取消对台湾的外交承诺进行了指责 当选之后 他又邀请一个台湾代表团参加了自己的就职典礼 这样的举动招致了北京的敌意 1982年里根以总统的身份推动 通过了所谓的六项保障 其中一条是重申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人对台湾的主权 不过他依然遵守了1979年的联合公报的条款 这里关键的问题都是一个用词的问题 不是中国人对台湾的主权 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政权对台湾的主权 所以这是一个没跟大家说 就是如果你听信了中共党文化 你会被拴在这个套上里 这个套上里就会把你自己害了 所以在相应文章的讨论中提到说 川普似乎并不担心激怒北京 他在采访时重申了他之前对中共的诸多指责 他也强调他所说的北京不愿意帮助遏制其邻国朝鲜的和野心 所以这一问题会引发川普在任期间的第一场地缘政治危机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 see Experience Shen Ye 那中共当局没有做出回应 环球时报却做出回应 威胁放弃和平统一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记者会上讲 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中美关系的基石 敦促新任美国政府 新任美国政府了解台湾的议题的敏感性 所以他敦促新一届的政府领导人 充分认识台湾问题 那以及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而环球时报星期一的社评说 一旦川普公开放弃意中 则中国大陆没有必要坚持和平统一台湾 而是有武力收复取而代之 环球时报咱们最后看他的下场 在我的眼睛里 我觉得他的做法 环球时报的做法 就跟张德江啊 跟这个梁振英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 而说放弃这个和平统一台湾 而有武力收复取而代之 杀的谁 杀的是中国人 因为你强调的是中国统一 你强调的台湾人是中国人 但台湾人不是中国共产党下的 被阉割的那样的人 道理很简单 所以你不接受 你一定把他要阉割掉 所以你要杀他 把你的棋子染得更红 以爱国主义的概念 共产党的爱国主义 杀的全是中国人 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了 对吧 所以你大家要懂得问题出在哪里 祖国的统一 江泽民在他在任期间 卖掉了上百万土地 今天的环球时报 今天共产党的媒体 没一个敢直接面对的 我问你是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是个很大的事情 在台湾的民进党呼吁川普说 台湾不应该受限于一中框架 作为台美互动的基础 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罗之正表示 一中政策对川普来说 未必是一个谈判的前提 而是一个标志物而已 它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完全取决于与中共谈出了什么东西 对台湾来言 从不认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 他不认为台湾应该接受一中框架 作为美台互动的基础 那在这种框架下 那川普主动这样的表达 在中共本身的那种僵化的 就是高级动物的理论背景之下 爱国主义的背景之下 它自然会发生冲突 那作为民进党而言 正常的人而言 那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非常有利的 自然做出了这样的表述 我早跟大家讲过 2015年 习近平主动去拜会马英九 他是拜见中华民国总统 他已经知道自己最终的结果 一定是回归中华民国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你看你今天中国怎么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